6月份又有很多新制上路了 夏季店家调整了 去年因为疫情暂缓实施两个月 而今年则是如期实行 民众受到店备单可能会很有感 另外在疫情方面也开放 0到6岁儿童免被领快塞 还有9种状况不需要带口罩等等 在6月份都正式实施了 俗话说过短五收冬一 时序正式进入夏季 台湾各地高温炎热 民众开冷气吹风扇降温消暑 不过当心电费伤荷包 台电下月电价去年因疫情 暂缓实施两个月 今年恢复6月1号如期开跑 一直到9月30号期间 一般家户每月用电数 基本120度不调整 以上急剧涨幅落在13%到27不等 而台电为了鼓励民众解电 也推出奖励措施 用户进入台电官网申请登陆 只要当期使用的电量 比去年同期没少一度 就可以获得0.6元的奖励金 另外再来看到防疫新制度 6月1号起0到6岁幼儿 可免费领取5G家用 抗原快筛试剂 且不计入实名制第一轮的购买资格 以身份证尾数单双号 进行分流领取 但仅限2岁以上的幼童使用 而戴口罩的规定 在以下9个场合情况可以免戴 包括室内外运动拍照 自行开车 访谈 录影直播等谈话性拍摄 还有从事农林渔木工作或是海滨活动时 以及在外有饮食需求或是运动比赛 艺文活动等主管机关指定的场所活动 此外参加宗教活动像是绕境或进香团 团体旅游以及八大场所都需要打满3G疫苗 才可以参加 而健身房则不需要打满3G 不过要全程佩戴口罩 6月起国内各项新制上路实施 还请民众多加留意 谢谢上大会台东市报道